柔软的吃晚安 熊卡晚安 跟我说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没有主语啊 父亲节快乐 你亲我一口 哎呦真难得 哎呀我觉得我真是你父亲 今天咱俩在高铁里 今天在高铁里的时候 他就是那个高铁不是在下雨吗 然后那个地方又很冷 然后我就在一直在给他搓 大锥靴 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大锥靴 就我妈跟我说的 搓大锥靴可以预防感冒 然后一直在给他搓大锥靴 哎呀我等会再等会再晚安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今天真的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主要是由于 就之前我跟星星去旅游都没有这种感觉 主要是因为这次咱俩提前下来了 毫无目的的到了那个 华神庙 然后发现全都是荒郊野岭 就那种孤独的感觉一下子就 就那种无助的感觉一下子上来了 然后我们俩就去想办法去坐公交 没有打车 因为觉得那边打车也不好打 然后去到地铁大厅 嗯怎么说呢 就就因为那个空调开得特别冷 然后星星就很冷 然后星星很冷 然后我就一直坐在那 然后我一直一直站着 他就背对着我 然后我就给他搓大锥靴 然后星星就靠到我肩膀上了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哎我就觉得真的 就有一种深处异乡的感觉是吧 但是又觉得很温暖 又觉得只要我们两个人待在的地方 就很温暖 就是即便我们在南京没有家 然后我就是也是觉得很温暖 然后他就他就靠着我 然后我们俩也没管旁边的人怎么看 因为我确实用余光也瞟到了 有人在看他们 但是我也觉得无所谓了 然后他就然后我就给他搓 然后他就说他身上热乎了 然后就真的就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 就是那种让你突然找到家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像就那种感觉就像 你跟你的对象窝在家里 外面下着倾盆打雨 你们两个窝在被子里的那种感觉 互相去哪 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我们俩当时在那个 在那个洞车里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 哎就真的很感动 我当时真的很感动 就跟早上起来看到 大家给我发的那个生日祝福一样 很感动 真的真的很感动 就觉得很 就觉得这就是 啊 就这样 那 咋啦 那意思咋 咋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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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播吧 哎 你又不开心 欣欣可能有点累了 下播了拜拜 人家不是累了 人家是想爸爸了 啊 我刚才说了飞机节你又想你爸了 也不是 端午节了好像 我也不知道 行吗 不是欣欣不是不开心 她是想到家里的事了 完了完了 完了 感谢观看